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从今天起我们来看一个四集的迷你剧集 《归来》今天是第一集 这故事发生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在我国东北的一座小城里 我们主人公叫做陆大勇 是一名机械厂的工人 他和女朋友柳一平 两人是彼此相爱 感情很好 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但是很可惜 柳一平的父亲也是厂长 他一直反对这两人的交往和恋情 因为柳父觉得 大勇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已 既买不起房子也没什么前途 女儿要是跟了他 只会受苦 于是柳父就被柳一平交了一个男朋友 叫做周济芳 周济芳是一个研究生毕业 在无奈之下 陆大勇就偷取了工厂里面的黄金 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可是没想到 陆大勇就被周济芳给举报了 之后因为盗窃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二十年 并且发往了很远的监狱去服刑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陆大勇也被刑满释放了 那么他的归来 会柳一平丁和周济芳 他们的生活带去怎样的冲击和风暴呢 陆大勇也被刑满释放了 陆大勇 出街 是 陆大勇 你二十年的服刑期满 予以释放 你在这儿签个字 谢谢管教 在镢上 早饭 我们building 我先去是 那不太 这儿签了 我们下来 是 没 只是 这儿签 这儿签 大哥 你去哪儿啊 我去银口 你去银口 你是银口人啊 是 我也是银口的呀 这么巧啊 大哥 你从哪儿来呀 大西北 大西北 你去那边做生意啊 小秦内 你这里装的是琴 对 吉他 我这刚高中毕业嘛 去北京参加吃人自考 怎么样 跑上了吗 老师不太喜欢我那风格 说我老唱老歌 大哥 要不我给你唱一首你听听 好啊 听听 哥 走 给你解放 这二十年 受苦了 当初咱哥俩一块去偷了黄金 结果你一个人把嘴都扛下来了 这份情做哥哥的不会忘的 你虽然说是我堂哥 当我从小在你家长大 咱们就是亲兄弟 要是把你都逛出去了 那我是没脸再活的 好 咱们不了这些了 今天晚上咱哥俩一定都喝过痛快 平 回来了 洗手吃饭了 这样 这么丰盛 这是 给小风接风是吧 你没看儿子这么瘦了 儿子啊 来 儿子 拿俩杯子 喝一杯 这孩子出去了 我说 以后可以自己出去闯了 爸 不就是去了趟北京呢 有什么大不了 那就是进步啊 对吧 前两天听你电话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就是 健康老师不太喜欢我的风格 没过去 那没关系 我跟你说 人这辈子还要遇到很多困难 这只是开了个头 说吧 最近有什么打算 小风说要工作 我跟他说能跟你商量一下 工作啊 啊 是这样爸 您看我都二十了 总不能成天在家待着吧 也该出去断断断 嗯 我觉得可以 这男孩出去历练一下没什么坏处 是吧 哎呀 你同意了我还有什么意见 你妈同意我 更没意见 大勇啊 你看这二十年 我这生意也算是做起来了 房地产 度假村 还有夜总会 从今天开始 我集团里的股份一半是你的了 另外呢 这度假村和夜总会 你也替我打理一下 哥 这会担不起 哥哥能做到的只有这么多了 所以股份的事就这么说定了 希望小风能够顺利的考上他理想的大学 好好好 哎 我们去开门 这么晚了 谢谢 谁订的蛋糕啊 嘿嘿 我生日啊这是 我就知道啊 你们两个人忘了 这次啊 我回来这么早 也是想给您过这个生日 爸 嘿嘿 Happy Birthday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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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一杯 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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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什么愣啊 啊 是不是还想着那柳一瓶啊 这段二十年了 他早嫁人了 哎 在这说了 咱们现在是有钱人了 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啊 别想着她 来 喝酒 哥 我怎么能不想她 要不是为了她 当年就不会去偷黄金 也就不会被抓 更不会在监狱里在那二十年 小天 今天怎么了 这一路上没有一句话 有啥事你说 我爸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介绍对象 咱俩的事你没跟你爸说 我爸不知道咱俩在一起 但是他不同意 他说不让我和你处下去了 咱俩怎么就不能在一块 你说 这女情我怨的事 你爸他不能去跟我爸哪儿怨样子 哎呀 我爸爸觉得你是一个工人 他觉得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话 肯定会受穷的 那你爸给你介绍了谁 就是咱们吵的那个叫周西方的 小天 我除了一个堂哥 咱没有别的亲人 就剩下你了 大勇 你别着急 回头我跟我爸爸做做思想工作 他没准就能看到你的优点 他肯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送给你了 我走了 周西方 走着瞧吧 周西方 走着瞧吧 这不周西方吗 这不周西方吗 听说他要当车间主任呢 他要当车间主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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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当车间主任了 听说 母厂长还要照他作女讯呢 啊 好 高歌 大勇 秋丰主任找你谈话 老长 帮我打一块 好嘞 大爷哥 请进 坐吧 是这样 我来常理之后呢 了解了一下 你虽然没有什么学历 但大家公认你是个聪明人 现在厂里有五个 去南方学习 数控机床操作的 进球指标 我打算给你一个 主任 这么强手的指标 你怎么就给了我们 你是另有打算吗 我能有什么打算 你不就是想把我支走 好去打小平的主意吗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行 你敢承认 说明你还算个爷们 不过我今天明白告诉你 老子不信 还有 你要是敢打小平主意 我跟你没完 就你这样跟领导说话 能有什么反战 我告诉你 我这个决定对咱们三个都好 那你说 怎么个好玩 你想啊 你现在和小平玩得挺好 但你有能力取得 就你这样的 想结婚连个房子都没有 柳长长怎么可能把女儿 嫁给你这样的人 你 你 你少给我找这些迷路 小平喜欢的是我 喜欢不能当饭吃 你看看我 我现在是厂里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 我要是想结婚 我今天打个报告 明天房子就能分下来 你行吗 你拿什么动物笔 是 你是研究生毕业 青年干部 前途无量 姑娘都排在队等他嫁给你 可我呢 我除了小平 什么都没有 你何苦跟我承认 可我就是习惯他 陆大运 只要你和柳一平一天没有结婚 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 姓周的 我今天还就明白地告诉你 你要干那小朋友 跟你没完 小平 你劝动你爸爸吗 我有时候都想大吵一架跟我爸爸 你说都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旧社会 还保版婚姻 可是我爸有心脏病 我也不能气他 万一气个三长两短的 大勇 你以后别接我上下班了 我没有其他意思 我就是觉得 万一要被我爸爸看见 又是一件麻烦事 那我就偷偷送去上班吧 天这么晚了 你赶快回家吧 小平 我爸来了 爸 刚才那是谁 没人呢 又是陆大勇 我跟你说多少回来 不愿意和他见面 爸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小平啊 爱情不是儿戏啊 他连房子都没有 拿什么去娶你 结婚了 你们去随马路吗 爸 那陆大勇要是有房子了 你就同意我们在一起 行 他只要有房子 我二话不说 把你嫁给他 那样有能有房子 开什么玩笑 快乐乐干什么 上楼 啊 你难怪厂长看不上你 你确实比不上那周济芳 我哥 你就是一普通轻功 没技术 更没文化 你拿什么跟周济芳 那个研究生比啊 可我俩是真爱啊 真爱 你们俩结婚得有套房吧 啊 睡大马路上去 我跟你说啊 咱们市里 现在有那二手房交易市场 八十平米 暖气房 五万块钱 五万 哎 哥 要不你寄我点钱呗 大勇 我就开一录像厅 存折里呢 就那么几千块钱 满货给你买房子的 哎呀 哥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呗 我跟小平 真是等不起了 前几天呢 我去南方进湖 认识一个老板 专门售黄金的 你们厂子电镀车间 那原料里面 不是还有黄金吗 把那弄出来 咱俩不就有钱了吗 哎 哥 你让我看啥都行 你让我偷 是 是 大勇 做哥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啊 你要是想结婚 想买房子 咱俩就一块干 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你要是不愿意 就当我今儿啥都没说 哥 可那些黄金 都融在电电液里的 怎么弄啊 咱只要把那电电液 弄出来 南方那老板呢 有种技术 他们能把那个 分离出来 我看 我看 我们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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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的家伙 我们的家伙 是 我们的家伙 人家伙 是 互联系 儿子 来 这是谁家呀 咱们家 咋咋的新家 是个二十房 不过 我觉得也挺好的 喜欢吗 喜欢 这是谁留给你的呀 你家不是没有亲戚了吗 我买的 卖房的两口子都是教师 他们呢 出国圣兆去了 急着卖房 我就买下了 那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这房子 得好几万呢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有个堂哥吗 他呀 现在坐着可是几十万的大买卖 我跟他几钱买的 那你能还得上吗 我哥说了 这事啊 不急 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 你可别骗我啊 你要骗我的话 我爸不会同意的 我呀 我先你保证 不骗你 我爸说了 只要你有房子 就同意我们在一起 这回啊 他肯定没话说了 好看吗 怎么样 嫁给我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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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陆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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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陆大勇 你身边盗窃国家财产 先依法将你逮捕 扣起来 你们不能抓他 你们抓错人了 小天 陆大勇 小天 听我说 你干什么了 陆大勇这套房子 是我们盗窃黄金的脏款买的 陆大勇 走 走 走 你们就拿了 小平 走 你找我 陆大勇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反着我 我好快就回来 走 我一定欠你 小平 你找我 我一定欠你 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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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勇 你老实交代 在哪儿消灯彰 路边吃饭的时候 遇到一个收黄金的 不知道名字 一手钱 一手货 你的同伙是谁 就我一个人 陆大勇 你才二十出头啊 以后的路还藏着呢 你还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要你重拾交代 法院会重新处理的 你考虑清楚 再回答我 没有痛苦 就我一个人 一南 马上我查一下周济芳和柳一平这两个人 老赵 回头给你染染头发吧 你看你这病脚都白了 染不染有什么用 我都省了岁数了 你自己得注意点身体 别累坏了 我呀 只要工厂正常运转 我就没什么压力 我儿子已经成人了 回头呢 我给他买套房 给他娶一媳妇 我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你说的都轻强了 你别说 我这二十年过得真挺顺 你看 这研究生一毕业 马上进工厂 工厂一改制 我靠技术创新 一直干到现在 干的多好 除了二十年前那回 被陆大勇给我坑了一次 崔崇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国家这么重视的项目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指南问题 厂长啊 各个技术指标 都是我亲自把关的 我也不知道事情 到底出在哪里 你是怎么把这个关 咱们厂子这么器重你 你怎么在这么大的事情上 掉链子呢 对不起厂长 我做检查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查明世界的原委 是厂长 小编 周大工程师啊 小编 马上一起吃个饭 我有事儿 没时间 哎 不要 你好歹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彼此了解一下 你整明白自己那些事儿吧 捅那么大的娄子 我爸爸现在整天气得不行 别来烦我 你怎么突然提起陆大勇了 我不愿意提他 我知道 这不是过去那么多年了吗 哎 当年能那么快把案子破了 幸亏你说的那句话呀 今天晚上下班我送你回去好了 不用了 我和别人约好了 不就是陆大勇吗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你还是不死心是吧 好我告诉你 陆大勇懂我的心思 他向着我护着我 我和他在一起高兴 小平 你跟他在一起什么都得不到 这不用你操心了 陆大勇已经买房了 八十平米的暖气房 我们就要结婚了 小平 那 小平是你叫的吗 周济芳我警告你 以后你别来烦我了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结婚了 陆大勇买房了 不可能啊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陆大勇也在监狱里 蹲了二十年 当年是我举报的他 等于是我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 但愿他不知道 不会记恨我 警察同志 情况就是这个样的 嗯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 非常大 难道你还让我们 对职工逐个进行审查 不 不能打草惊涉 你想想看 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是黄金 消责户 肯定是一夜暴风 陆大勇已经买房了 八十平米的暖气房 我们就要结婚了 警察同志 我有一个重大陷队来回答 你们不能抓他 你们抓错人了 小平 小平听我说 你干什么了 陆大勇这套房子 是我们的盗铁黄金的脏款买的 小平 走 你别丢台了 小平 你到我 一夜厂 七车间 电渡二班工人 陆大勇 盗窃国家财产 破坏国家国防工程的生产项目 犯罪刑结策略 盗窃财产数额巨大 犯盗窃罪 是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案处陆大勇 有机出行二十年 压重大机委 接受劳动改造 厂当委 厂团委 希望 全场之功 一当一 云以为界 说也巧了 你还记得吗 咱们婚礼的那天 就是陆大勇被送去大溪北服刑的日子 都这么多年了 还提这些干什么 不提了不提了 睡觉 对了 小枫还没回来吧 你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你好 那个演艺部面试在哪儿啊 乐器带了吗 带了 去那边先等会吧 那边啊 还有事儿吗 哦 没事儿 我记得 那没有痛苦的爱 来 去难记住 没留多少 我知道 忘记 离去的你 去用唱起 你叫的歌谣 哦 没有愿意 我心里知道 我知道 我祈祷 留下孤独的我 走向天涯 走向海角 我祈祷 我祈祷 带上 屋檐的爱 我祈祷 从此失去 心里的微笑 我祈祝 我祈祷 他 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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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天涯路漫漫 我还要去海角逍遥 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我有记者却不是寻找 停停停 怎么了 你会唱新一点的歌吗 我觉得老歌挺好听的 这歌比我岁数都大了 没人愿意听这个 你要是跟不上潮流的话 我没法用你 不好意思请回吧 谢谢 陆总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插台可以 不如让他留下来 试上几点吧 好的 陆总 先生 你再把车往前停停呗 你回来了 是 我回来了 这么多年 你还好吧 挺好的 那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好吧 好吧 二十年了 你还是这么漂亮 陆大勇 你受了不少苦吧 为了你 有再多的苦 我都认了 陆大勇 小平 咱们重新开始吧 陆大勇 我已经结婚了 陆大勇 我已经结婚了 想什么 现在我回来了 房子 车 钱 你需要的一切 我都可以给你了 嫁给我好吗 嫁给我好吗 陆大勇 你放手吧 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你就赶快找个女人成家吧 找个女人 小平 在监狱里 我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你 梦见我出狱之后 你嫁给了我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刚被抓进公安局 你就嫁给了周济芳 你对得起我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也想到 可你知道那是二十年 假如你的刑期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 我都可以等下去 可是你知道那是二十年 你进去不久 你进去不久 你远就查出我父亲得了肝癌晚期 我爸爸希望看到我和周济芳结婚 结婚不久 他就去世了 那我呢 我对不起你 我为了你 被关了二十年 结果 就换回你一句对不起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可你也不能去偷我 那个时候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 你没有办法就去偷吗 二十年 人的一生 能有几个二十年 如果当初 我们回不到当初了 陆大勇 你死了这条心吧 死心 如果你失去周济芳 和你的宝贝儿子 你会死心吗 陆大勇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 拿回所有自己的东西 妈 妈 怎么样了 哎 这两天演出怎么样啊 嘿嘿 必须成功啊 这是我儿子最棒的吧 哎 妈 这几天真是太巧了 你猜我在那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碰见谁了 我碰到陆大勇了 就上次我坐火车认识那大哥 就是那个陆 对啊 陆总 哎妈你认识他呀 我不认识 就是听 听说我 哎呀 没事吧 哦 没事我去用你家就行 柳一平家的情况呢 已经摸清了 你看 这个是周吉芳 柳一平的丈夫 开了一个工厂 做原件金家工 效率还不错 这是周晓风 整巧的是呢 他在咱们的夜总会唱歌 原来是这个小子 晓风 咱能不能不去度假村工作呀 为什么呀 妈觉得那个地方吧 鱼龙混杂 不是啥好地方 妈 你看我是那种容易学坏的人嘛 我保证 绝对不会战上社会上的坏风气 行不 你看这样 你那么想工作 妈给你找一个正经的事 算了吧妈 我在那边挺好的 工资也不低也自由 你给我找工作 朝九晚五一做做一天 我才不去 你这孩子 给我找工作 赵总 这批货交给您 我是放心的 刘总 感谢你对我们厂的支持 行 那您先忙 我先走了 好 有空要常来坐啊 好嘞好嘞 留步留步 师傅 现在咱们的形势一片大好啊 是啊 只要咱们的技术能一直领先市场一步 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超啊 咱们这订单是越来越多了 你这质量官得拔好 产量上去 质量绝对不能下降 你放心吧师傅 好 如果你失去周济方 和你的宝贝儿子 你会死心吗 卢大勇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 拿回所有自己的东西 喂 老周 你赶快回来吧 我有急事和你说 我电话里说不方便 嗯 好 嗯 哥 你找我 来 坐 大勇 最近忙什么呢 啊 当然是忙 度假村的是 不光是忙度假村吧 你都知道了 柳一平 拒绝你了 既然这样 你就踏踏实实做生意 咱们有了钱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 当初是周济方举报的我 从我手中抢走了小平 害的我 多了整整二十年 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搞垮周济方的生意 毁掉他们的儿子 让柳一平也尝一尝 失去的滋味 大勇 你要这么做的话 可要考虑好后果 哥 放心吧 我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我有分寸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陆成火同陆大勇 偷取工厂黄金 那么他们的行为 触犯了盗窃罪 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52条 灌窃 灌骗或者盗窃 诈骗 抢夺公司财物数额巨大的 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因为盗窃数额巨大 给工厂的生产和经营 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陆大勇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们看到陆大勇回来了 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段往事 也因而再次的被撕开 听来说这么多年过去的 有一瓶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一段感情 他当时始终是有些心存愧疚的 但是周济方对自己这么多年呵护跟照顾 也让自己不忍心 再去为了一份过去的爱 而打破如今的平静生活了 他不希望身边的人再因为过去的事情 受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 所以当柳一平发现了周晓峰 在陆大勇的夜总会工作的时候 他心里面是充满了忐忑与不安的 而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了 陆大勇对二十年前抢走柳一平 举报自己的周晓峰一直都是怀恨在心的 那么如今他重新归来 又会如何去报复周晓峰呢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陆大勇也在不断的接近周晓峰 那么这又给周家带去怎样的冲击跟威胁呢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集故事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陆大勇回来了 咱们小方就在他那工作 出什么事了 走 跟妈回家 南风那边回信了 愿意出高价购买工艺配方 少兰 我喜欢你 今天晚餐 拿下他用 少兰 你知道我可以把张罗一百什么 我多担心你啊 你错了 你会真让我跟他谈恋爱吧 我要你给他 应该这样 摇头尾 摇头尾